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诶 下Uber啦 然后来到一个非常观光客的景点 满满的观光客 满满 满满 一起来看看吧 Cardus Cardus of Fine Olympics OK 有一只卡宝宝 满满的观光客 然后大家都在拍 真是漂亮的一个地方呢 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就觉得 嗯?这个地方会不会太假? 诶?结果我到了现场 觉得很棒诶 它这里的柱子好大诶 然后就有一种雄伟感 那这个可能真的现场感觉 才感觉得到这样子 其实 也不会说多假诶 它的 舅舅就 还蛮真的 哈哈哈 不太会形容 然后这边 柱子用了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 然后 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它有种震撼感 然后不会 就 和 我觉得周遭的景色 也蛮 蛮融入的这样子 那 这边是 这边的建筑物 这边建筑物的颜色都是 也是 也是这种偏土色调的颜色 那那边就是最有名的 就是 大家拍照都在那边的大孔门 哈啰 哈啰 这个是天空 哦 看到脖子痠了 哎 秀秀秀秀秀秀秀 下来了 没什么人欸 我觉得 然后 走在这边很舒服 有点凉 但是 就很美 这样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地方 就这样 我那时候就想说 奇怪那这个东西 地方到底要干嘛 就是景点 拍照用 这样 很棒耶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很漂亮吧 它上面有非常多的 六角形 六角 对 蜂窝的样子 所以 大家都在这边拍照 因为实在是这样 漂亮 然后 再 加上背景也有一些 就是同样风格的建筑 就很像在一个 主题 我在说很像 很像迪士尼的主题乐园 然后 但是它只有叫 负力堂皇 比较 比较大 对 这真的很漂亮啊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想把这个留下来这样 好 那 旁边也是这样 所以它就是有 有几条像这样的柱子 然后有回廊 然后 一二三 大概三条吧 三到四条 然后集中到这个中间这样 然后中间有超大 超大拱门拱柱 非常漂亮的 艺术工 不过我觉得好像 不用逛很久耶 因为它真的不大 不然半小时 我觉得 嗯 已经极限了 就这样啰 漂亮的艺术工 棒棒 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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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